易中天教授刚讲完课 一个男同学突然站起来问道 易老师 我女朋友问我 如果他和我妈同时掉进河里 我该先救谁 您说我该怎么回答 台下一片哄笑 毕竟这个送命题是近几年来 一直没有正确解决方法的 但是用这个问题来请教老师 估计也是头一回 谁料易中天却说 你可以去学孔子 就在学生们一头雾水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故事 同学们听完后都笑出了眼泪 还直呼 精辟 一直以来 易中天因其幽默风趣的讲课方式 深受学生的喜爱 听说在厦门大学 只要是他上课 那绝对是坐无虚习 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易中天课讲的好 关键他还是学生们的良师义友 经常为学生们解决一些生活学习中的问题 这天 易中天刚讲完课 正准备回去休息 一个男生忽然满脸通红的站起来问道 易老师 我女朋友问我 如果他和我妈同时掉进河里 我先救谁 您说我该怎么回答 台下一片哄笑后 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 相互交流意见 易中天思考了一会 用他略带口音的普通话说 这个问题你可以学习 孔子学生们疑惑不解 易中天就慢慢的讲出了这个关于孔子的典故 有一次 咱与问孔子 如果你遇到一个好人掉进了井里 你会不会跳进去救他 这不就跟女朋友和妈掉水里先救谁一样 是个陷阱题吗 不论孔子回答就还是不救 回答都不讨好 可孔子只说了六个字就给自己解了尾 他说 你不能这么问 紧接着易中天就开始做出解释 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 什么叫比方有个人 而且就算真的有人掉下去了 我们也不一定非得亲自下去救啊 我们可以拨打110 学生们听完哄堂大笑 纷纷直呼 易老师讲的太精辟了 还有一次易中天正在上课的时候 忽然从下面传过了一张小纸条 打开一看 应该是两个女生传的 一个问 你喜欢易老师哪里 另一个女生回复 鼻子 易中天看了以后 开玩笑的说 易中天的鼻子只有一个 自己还得用呢 可不能送给你们 这短短的一句话不仅化解了尴尬 还活跃了气氛 即使这样好的老师 在武汉大学任教十年 却只是一个副教授 甚至因为学历的问题 被停了课 停课后 他只能趴在30平米的老房子里做学问 但之后他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甚至有时候连包烟都买不起 1992年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易中天接受了 厦门大学的邀请 去了下大任教 没多久 他就凭上了教授 之后下大还给他分了一套112平米的房子 但前提是需要3万元 这可难倒了易中天 是啊 任教十多年了 易中天拿不出3万块钱 为了能把房子买下 易中天答应了央视录制百家奖盘 易捷克1000块 想着赚够3万就可以了 谁知道因此却大火了起来 当时他用幽默风趣的白话文去讲解三国中的人物以及故事 让全国各地都刮起了一阵三国风 易中天不仅是一个博学的人 还是一个严谨的人 即便在成名后 他也一直保持着清醒 后来他耗时8年时间写了一套36卷的《易中天中华史》 在这本书中 他兼顾了历史内容的真实性 书籍的趣味性以及逻辑的严谨性 用一种更适合现代人接受和理解的方式 将3700年中华文明的脉络进行了完整的阐述 不少网友称 看了易中天中华史 才知原来真的可以有一套历史书 用现代化的语言 将中华文明的来处 过往和走向 讲解得细致如微 认真的把这本书读完 胜过读几十本历史书 只一套便可成就一家人 让家长和孩子们从此知历史 爱历史 极善用历史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喜欢这套书的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商品卡片 选购这套易中天中华史